第二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样可以成为一个越来越有怜悯心的人 第一点是 为什么怜悯这么重要呢? 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神先怜悯了我们 在《马德福音》的十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那里是这么说的 他说 于是王叫那个仆人来对他说 你这恶劳,只因你向我要求,我面料你所有的债 你不该宽容你的同伴,将我宽容你一样吗? 这段圣经其实是说 彼得先问主耶稣 他说假如有弟兄得罪了我 我大概应该原谅他多少次呢? 彼得说七次够不够呢? 七次其实也算很多了 大部分我认识的人,他的价格大概是三次而已 我请你吃饭,你放我飞机,三次大概差不多了 三次已经算不错了 七次已经很大方了 很宽容 但是主耶稣就说七十个七次 意思是不要算了 完了之后主耶稣就说了一个故事,告诉他 为什么他需要我们可以原谅人这么多次呢?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他说有个人欠了一个王有一千万两 因为还不起,他就向王求情 王就说算了,你都还不起 赦免你那一千万两,便免了你的债 但这个人免了债后,看到有另一个人欠了十两 他就叉住那个人的颈子,说快点还钱 不还钱,就捏死你 后来有人看到,看不过眼,就告诉了王 王就过来,说了刚刚那句话 我免了你一千万两的债 你出去,居然一点怜悯心都没有 就追着那个欠你十两的,就叉住他的颈子 就是说不过去 我曾经参加了一个Funeral Funeral 结束之后,大家散场 散场之后,在我前面的两个人 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 那段对话是这样的 旁边一个很有感触地说 他说这个人真的很化学,说走就走 时光短暂,我们要珍惜当下 就是很有感触 但旁边的一个突然标一句出来 对,我记得你好像还欠我钱,还没还 追数就见得多,追到Funeral 就很少见 有时我们都是这样的 人家欠我们十两,永远都记得 追到Funeral 都追 但你要明白,当人家得罪你的时候 我们有时是相反的 我们总是觉得 神免了我们的债,只是免了十两而已 但他欠我,应该是一千万两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追回你 但圣经给我们是一个相反的看法 这个观念就是,无论别人如何得罪你 你要明白,他欠你的可能只是十两而已 但你欠神的是一千万两 所以神如果可以免了你那一千万两 神都期待你能够将这份恩典、怜悯 都去赐给你身边那些亏欠你的人 所以,未来的日子 如果你还想起,谁是谁得罪过你 他走到老世面前捉你背脊 各种的伤害 你以前觉得他欠了你一千万两 这些是万得的 我想你重新想一想 为什么主耶稣叫我们要怜悯 不断卸面身边的人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原来我们所得的卸面是大的 我们经已被卸面了一千万两 旁边的人,无论如何得罪我们 其实都是欠了十两而已 所以有时,无需太过于根根计较 既然蒙了怜悯,卸了嘴了 有时有些东西需要离开 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神都喜悦我们的怜悯人 神本身的性格是喜欢去怜悯 何生日书六章六节是这么说的 那里耶和华说的是神 他说:"我喜爱怜叔,不起爱祭生、祭事 我喜爱人认识神的知识 圣个人献的凡祭 其实主耶稣经常在《新的圣经》 引用这一段经文 祂是告诉我们 父神的性格是怎样的呢? 祂本性喜欢什么呢? 原来祂是喜悦怜悯的 祂喜悦怜悯多于你去献祭 所以祂喜悦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 一段经文我没有带在PowerPoint 我读给你听,很特别的一段经文 在诗篇的三十篇第五节那里说 诗人在说的是神 他说:"因为他的怒气,即是神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夜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这里再次讲到神的性格 所以诗人说神的性格是怎样的呢? 神会不会生气呢? 是会的 因为祂是圣洁的神 有时我们生活太不像样子的时候 是会激到祂吐血的 祂是会生气的 会生气的 不过那个good news 就是诗人说什么? 祂说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 有时会很生气,怎么看都不顺眼 但祂的怒气是转眼之间 即是会生气一阵 实在不像样子 我把我的手从你身上拿走 神的手从你身上拿走 你就很不够了 连最后一点的平安也没有了 醒闻哭哭乱,很depression 各样东西都来 诗人说什么? 只是哭了一晚 换句话说,哭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醒来,神就觉得 这个孩子还是需要怜悯的 还是爱他 所以神会发怒,转眼之间 但祂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当祂的恩典给你,爱你时是一生之久 生气你是转眼之间 人是相反的 人的怒气是一生之久 一争一个人争一世 偶然瞬间觉得你多可爱 但觉得你讨厌 我在大学的时候 曾经有个chapel 讲完上来的题目就叫做 如何保持情绪稳定 多说一半我旁边的同学 转身跟我说 我跟你说,其实我的情绪很稳定 长期处于愤怒 很稳定 有时我们对人就是这样 长期处于愤怒 很稳定 我们的愤怒是一生之久 有恩典就是神是相反的 所以这就是好消息 神对我们有时会生气 但是转眼之间 恩典一生之久 所以如果你身边也有 我希望慢慢学一学神这个性格 我们是他的儿女 应该持他 生气的时间减少一点 多些觉得人可爱 多些给恩典人 希望你能够联敏 给人恩典的时间占多一点 生气希望你也是瞬间就算了 一爆完就算了 又觉得我也要爱他 学一学这些性格 第三个原因 为什么联敏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在将来的审判的时候 其实我们仍然是需要被联敏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需要被联敏 就确定现在要被人联敏 《雅各书》是这么说的 六章二章十三节 他说因为对不幸联敏的人 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联敏 联敏是胜过审判 原来将来的审判有两种方式 神问你你想用哪种方式 是用联敏的方式 也就是用拿正来做 越厉害的方式 好像考试有两份试卷 一份就有多难出多难 我实力足够的 你拿正来做 另外一份试卷很简单 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名字 就承认说我很蠢的 考不过 我要主耶稣的分数就行了 如果你是希望考第二份试卷 即是我要联敏的一份 你审判的时候 我要联敏的方式 就确定你在现在活着的时候 你也多给别人一些联敏 因为神说 如果你有联敏的心 将来审判的时候 我就给你另外一份试卷 这份就是联敏 所以你想确定 将来审判的时候 比较好 比较好 你都需要联敏 所以现在尽量地 多给身边的人 多一些的联敏 不要对人那么厉害 第四件事也很重要 因为联敏 就是让自己更加喜乐 其实当你没有联敏的时候 持续 其实是伤到自己 自己不开心 马里方五章七节 就是我们点题的经文 就是联敏人的人 联敏人的人 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梦联敏 其实有联敏之心的人 自己比较开心 有时被人伤了一次 已经够伤了 但是如果你不断地生气 没有联敏 不断地恨人 其实只不过自己在 已经有的伤口上 不断地耍眼 其实对方根本没有什么 其实辛苦的是你 所以当你联敏人的时候 其实这段经文说的 是联敏人的人有福 换句话说 当你决定要赦免他 而联敏他的时候 不是他有福 而是你有福 联敏人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当你决定要联敏他的时候 不是因为他的利益 而是你的利益 而是你自己开心很多 因为你离开了 其实你的生活会移动 其实各样东西都好很多 四个原因 第二,我想特别花点时间 说一说 你怎样让自己 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有联敏的人 有不同的区域 你们可以去练习一下 第一个区域 就是我称之为 保持关系与规则的平衡 在玛丽福音十二章七节 那里说 圣经上说 我要的是仁慈 不是济生 你有怜悯的心 有仁慈的心 比你献祭物更加重要 他说 假如你真正明白 这话的意思 你们就不会把 无辜的人定罪 在玛丽福音 其实是同一个故事 主耶稣加了一句 他说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门徒和主耶稣安息是经墨田 他们肚子饿 就做了些墨来吃 然后法尼床人看到 就觉得安息日 这个摘墨子的动作 被称之为 被当作是工作 安息人不应该工作 所以不应该拿东西 主耶稣就举了旧药的例子 他说大胃肚饿的时候 也带着他的人 进了祭司 进了圣殿吃了 应该是只给祭司吃到的鸡 因为这样的缘故 主耶稣就说了这句话 意思就是 神定了一些规矩 神设立了安息日 不应该工作 但是主耶稣说 你知道规矩和人的需要 是如何摆正这个关系 原来是人的需要 他说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人的需要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当规矩和人的需要 人的关系 relationship 在一个有冲突的时候 你知道哪一件事是重要一些 我也知道在教会有时 也有很多人很注重规矩 也很看不惯有些人破坏规矩 我们也有时跟一些 很不喜欢人破坏规矩的人聊天 我大概都明白他们背后一些恐惧 我跟你说背后的恐惧是这样的 例如我们在教会认了规矩 我们在教会议里面有一块牌 专门写着for pastor 只是让牧师停 如果你看到有户有突然停在那里 有些人会很生气 因为教会订了规矩 你破坏了这个规矩 那恐惧是什么呢 恐惧是通常的 logic 是这样的 假如一个人破坏了这个规矩 其他人就会跟着做 接下来就会站压停 通常喜欢规矩的人就很害怕混乱 所以他就觉得只要有一个人破坏了规矩 接下来就大家都会跟着破坏规矩 这条规矩就有等于没有 等于破坏了 其实事实上不是的 如果一个破坏通常只有一个 其他人都跟着做 但是你要明白法律座人都很恨人家破坏规矩 安息日大家定了 没有理由你不破坏规矩 但是主耶稣给他一个明白的一件事 就是当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 你是觉得规矩更重要 还是那个人的需要更重要 规矩是为人的需要设立 人不是为规矩设立 所以这一件事 如果你明白了之后 有很多人事的处理 你就会保持平衡 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规矩 也是需要的 因为没有人喜欢起碼 但是定了规矩之后 规矩以外 当人的需要出现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将人的需要 放在第一位呢 这个是大家值得去考量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自己有黏稳的心 有时在规矩和人情之间 你需要做一个衡量的 这是第一件事 一个小小提醒而已 第二件事也重要 第二件事就是 在教会 如果大家可以耐性一些 至少对一些你觉得奇怪的人 有点耐性 其实这是磨练你的怜悯心 因为教会从来都不缺奇怪的人 大家明白了 教会有很多奇怪的人 各样都有 我们早期也有 也有弟兄什么批评 有姐妹喜欢拔我脚毛 我问了姐妹 你为什么拔人脚毛 他说我有什么怪癖 看到人有脚毛的气氛 所以我早期这个木会 都曾经一度怀疑过 我到底是在牧羊教会 还是在牧羊精神病院 后来发现一线之差 你一小组一定会遇到很多 你觉得很奇怪的人 你觉得奇怪的人 为什么你这样说话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作息习惯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奇怪 我鼓励大家 对你觉得奇怪的人 不要这么快做一个定论 就说决定 我不跟他交朋友了 就是这样 我不管他了 如果你在教会多一份耐性 能够多一份接纳对这些人 你会发觉 你的人制关系会好很多 我在教会 其实都不断挑战自己 能够接纳各种 至少开始我觉得奇怪的人 但后期能够成为 非常好的朋友 弟兄姊妹 相处得非常好 而且越来越喜欢他们 这是一个过程 但如果你开始看到人奇怪 就先已经下定论 说不愧奇怪 我就不想跟他做朋友了 不要回我小组了 我小组不想见到他 其实这是很阻碍呼吻工作的 很多人来到教会 很想进入小组 但进不了小组 是因为不被接纳 不被接纳是因为 小组的人觉得你奇怪 所以假如你想锻炼自己 有怜悯的心 可以先从这一步开始 小小的一步 先从你觉得奇怪的人开始 让他多一份的耐性 接纳 试试能否跟一些 你觉得奇怪的人做朋友 这是第一步 慢慢进心第二步 就是你慢慢学会 不单只是接纳一些奇怪的人 更进心一步 就是开始接纳一些 跟你意见完全相反的人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 都不喜欢意见跟你相反的人 我也不喜欢 年轻的时候 神学观跟我不同 我就跟你不太合谈 是吗? 侍奉的价值观 各样东西 观念不同的时候 是很难 很难觉得可以相处到的 后期也是学会如何接纳 特别是不同的正见的人 这方面是你慢慢要成熟 学会如何去明白 对方和他的立场的出发 我也尝试让自己去学习这件事 我都觉得随着年纪的渐长 这一件事慢慢都有进步 我现在都慢慢接纳到 很多神学观念不同 侍奉的观念不同 很多政见不同的人 以前不是的 以前你发了一篇文章 如果我觉得政见不同 我干脆不看 现在我会比较有耐性 看起来 尝试明白从你的角度 你怎样看这件事 所以双方我都看的 所以就比较挑战自己 可以有多些怜悯的心 所以先从奇怪的人开始 慢慢接纳意见都不同的人 都能够成为朋友 人生会开心很多 人生之所有乐趣 就是因为你身边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如果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 你人生是空白 是黑白 是很无聊 很沽躁 很单日 人生有乐趣 就是因为你身边多了很多 和你完全不同的人 就扩阔了你人生的空间 所以你人生事发的乐趣 就看你怜悯的心有多大 所以可以试试对身边的人 我相信如果我们一起做 你小组的接纳度增加 其实对教会整个福音工作 都很有帮助 第三样就是 都尝试帮助你身边受伤害的人 身边有很多需要的人 都需要你去联敏他 《路加福音》十章33-37节 就是这样说 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人的身边 那里说到有个人在路上被人打劫 被人打伤了 有祭司利未曾经过 就不想帮他 最后一个撒玛利亚人看到 他一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他就上前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伤口 替他包扎 然后把他扶上自己的伤口 带他到一家客棧 在那里照顾他 第二天 他那两个银币交给客棧的主人说 请你照顾他 等我回来经过这里 我会付清所有的费用 于是耶稣问 依你的看法 这三个人当中 那一个是遭遇强盗那人的伦人呢 法师回答说 那以仁慈代他的那个人 耶稣说 那么你去照样做吧 要让自己有联敏的心 在这段经文 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有三个阶段 我称之为《怜敏心》的三部曲 我们可以看下一张slide 第一部曲就是 你要先看见人的需要 大部份的人 有的底部 我们都很忙 有时忙起身 人本身是偏自私的 不过你一向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是顾自己的事的 最多只有百分之十的时间 顾一下别人的事而已 但一旦忙起身 然后那半分之十都没有 基本上 如果你是看不见身边人有需要 基本上你是不会有联敏的心 因为连需要也看不见 你完全不知道身边人有什么需要 尤其在情绪上 有时我们会假设身边的人 everybody is okay 没有人需要你关怀 但其实当你留心的时候 你可能安排在你身边 很多人是很需要你 少少的怜悯 少少的关怀 少少的事很有帮助 所以如果你太忙 你觉得好像最近 99%的时间都在烦自己的事 完全是看不到身边人有任何需要 这些是太自私的生活方式 留一点空间 留意一下身边的人有什么需要 如果看不见就没办法 看见才是第一步 看见之后 第二步就是 你要动了磁心 如果你看见又没有感觉 有些人看见 他有需要 但我觉得不关我事 很多人帮不了他 一点感动都没有 那你就不会帮他 所以第一步是看见 第二步就是动了磁心 你觉得想要怜悯他 我曾经听一个牧师分享 有一个唐几提醒我 他是这样分享 他说 一个冷漠的世代 不是因为我们冷漠 是因为他说 我们将所有怜悯的心 他称之为emotional energy 这种情绪的能力 那些能量 想要怜悯人的心 他说我们全部都用去追韩剧上 看韩剧已经哭了 他说他很怜悯 真实的人很怜悯的时候 他说我全都用了怜悯 你也不够我 我昨天看那部韩剧很怜悯 如果你有花时间了解 现实生活中的人生 其实现实生活中的人情 家庭 其实往往比韩剧 或者电视剧上的更加悲惧 所以不要把所有的情绪放在追剧上 留一点空间 emotional energy 给现实中需要你怜悯的人 如果你看到现实中的人惨悯 你都用了就没有了 留一点空间 现实中的人需要你怜悯 不要在模拟世界里的你哭了 都需要花一点时间 给现实中有需要的人 第三个当然是爱的行动 所以我每次都很喜欢见到小组里面 有顶姊妹需要搬家 顶姊妹一起帮她搬家 有顶姊妹病了入院 整个小组一起去探望她 跟她一起买购物 很多这些小小的行动 我觉得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 这样才是一个属灵的家 一个属灵的家应该有怜悯 有怜悯就会有爱的行动 有时你不需要做很多事情 有时你看到身边的人 似乎有点需要 其实你只需要一个短信 请她出来喝杯咖啡、喝杯东西 一两句鼓励的说话 其实已经有大分别 所以不要少看自己 少少的付出、少少的怜悯 可能被人带来很大的鼓励 所以有时留一点空间给身边的人 帮一下身边的人 少少怜悯 让整个教会都可以温暖起身 最后一点也是我想特别提一提 就是有时有人得罪我们 我希望怜悯在这个area 我们多联集 永远都愿意给身边的人多一次的机会 多一次的机会 在《玛利福音》26章 是这么说的40到41节 主耶稣就回到了三个门徒那里 这段圣经是说的 主耶稣在赫西玛利园的祈祷 祈祷完他就上十家了 面对他人生最大的挑战 他的心情其实很沉重 他就跟十二门徒 走了一个 十一个门徒 其中一位门徒就陪着他入赫西玛利园 他就在十一个当中 选了三个最call member 就说你三个陪着我一起祈祷 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挣扎 最悲伤的时候要来了 你和我一起祈祷 站一站回去 发觉他们三个睡着了 他就说醒了醒了 还睡着陪着我一起祈祷 站一站再回去 看看他们三个又睡了 然后又拍醒他们 醒了醒了 第三次来到 主耶稣就回到三个门徒 发现他们都睡着了 他就对比德说 你们不能跟我一起 警醒一个小时 给我一个小时就不行 祈祷一个小时而已 一个小时祈祷会你睡三次 你可否跟我警醒一个小时呢 他说要警醒祈祷 免得陷入疑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是软弱 我想跟你分享这一节经文 是重点在这里的 为什么主耶稣会愿意不断给他 跟他的人 尤其那三个 已经贴身跟他 跟了三年 跟了三年也不是很像样的 你知道对牧师来说 如果我一个小时祈祷会 你一个小时睡三次 我都不会觉得你很熟灵 所以他们跟了三年 也不是很警醒的 完全不知道这个时间已经来到 主耶稣为什么会不断给他们的机会 不断给他们的机会呢 其实在刚刚那句话当中 主耶稣是揭露了他内心 如何看门徒的那种思维方式 我发觉这个思维方式 其实为我人生带来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个突破是这里的 原来主耶稣看人是怎么看的呢 他看人是这样看的 他就说 原来你们心灵是愿意的 只是你肉体愿弱而已 当我明白这句话的时候 我才明白原来人生一个 人际关系相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原来我们看人 跟主耶稣看人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看人永远都是看 你心灵不愿意 因为你肉体很坚强 我们永远都是这样看的 我请你吃饭 你迟到半个小时 你知不知道我内心的看法是怎样的 你肉体很坚强的 你明明做得到的 你意志力很厉害 你明明是做得到的 你明明可以早五分钟才到的 你为什么迟半个小时才到的 因为你没有心 你的心根本就不愿意 然后下面再老补下去 为什么你没有心 因为你看不起我 你不在乎我 我在你心目中不重要 你知不知道这样的看法 是会让你连紧有的怜悯心都没有 你就很生气 你就觉得 怎样值得原谅这些人 我们对所有的批评都是这样的 你老公回来忘记倒垃圾 你明明肉体很坚强的 你明明可以记得的 你为什么不记得 你没有心 你根本没有心 放在这头架 你觉得我不重要 我在你生活中没有地位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对身边的人做错的 的批评永远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肉体很坚强 你心灵不愿意 这种批评让你每一样东西都看不顺眼 每一样东西都很怯 不值得原谅 一些怜悯都不应该给你 主耶稣为什么给他们怜悯呢 原来主耶稣看人家是相反的 祂说你愿意的 你想陪我警醒的 不过你肉体软弱 你做不到而已 你心里有我的 你觉得我重要的 你知道这种批评 是会让你对人有怜悯 我才发觉原来我们完全相反 我和你从小到大 都是被还的家庭 我和你从小到大都是被人这样冤枉的 是吧 从小到大你爹地妈妈也是这样看起来的 你肉体很坚强的 你只要努力一点 绝对考得上Stanford 你为什么考不上 你没有心 你心灵不愿意 为什么没有心 你不孝敬父母 也不知道父母多辛苦 恭喜你读书 你肉体明明做得到的 就是心不愿意 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被人冤枉的 我们大了之后就冤枉旁边的人 是吧 我们彼此相冤 圣经说彼此相冤枉的 我们彼此相冤枉的 你冤枉我冤枉你 每个人都是这样 彼此冤枉 就是你肉体很坚强 你心不愿意 我就是这样冤枉你了 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知道我最感动的一点是 原来在你人生当中 唯一一个不冤枉你的是谁 主耶稣 唯一一个明白你的是祂 只有祂会这样看你 只有祂会说 你的心愿意 牧师都是一样 没有任何一个牧师 我一个小时的祈祷 你在当中睡三个小时 我会觉得你是 你认为爱主的有心的 不会这样看你的 一定没有爱主的心 看着你是不是身为悶悶主 睡着了 唯有主耶稣是真正 懂得看我们 不会冤枉你 是真的明白你 真的联名 你知道原来我们的心 有时是很想爱主 但无奈肉体 各种的伤痕 从世到大 各种 我就是做不到的 主耶稣为什么愿意 不断给你机会 因为祂唯一是唯一 一个明白你 原来你是心灵愿意 只是肉体愿意 做不到的 凌晨门 我希望你开始 学习一下用这种眼光 去看身边那个 你觉得不断让你很失望 不断去刺近你的人 他可能都是心灵愿意 只不过他肉体愿弱 这种的看法 会让你开始 开始学习怜悯身边的人 所以任何的事件发生 你发觉 只要你换一个看法 怜悯就开始了 但你的看法永远都是 肉体坚强 心灵不愿意 你就绝对不会原谅他 我希望这节经文 可以给你们 我觉得你用在小组 你用在你的婚姻 用在你的工作环境 可以为你 各种人际关系 带来多一些的怜悯 我也希望你更加 appreciate 原来在这个世上 有主耶稣明白你 是能够不断给你机会 我们也希望给身边的人多一次机会 我们一起祈祷 好吗 祝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一位满有联盟的主 虽然你有怒气 但只不过是转眼之间 你的阴点一生之久 在我们这一生人走过的路上 我们很感谢你 因为唯有你明白我们 唯有你明白我们的肉体有多圆弱 当身边的人都不断觉得我们的肉体 应该很坚强 只是我们没有心的时候 你是唯一一个明白 原来我们有心 只是无力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断的怜悯我们 你也期待我们将这份的怜悯 这份的体率 能够给我们身边的人 永远给身边的人多一次的机会 永远给我们小组 教会身边的弟兄姊妹 多一份的耐性 多一份的接纳 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间有怜悯的教会 一间很温暖的教会 充满你的恩典和爱的教会 我们今天祈祷 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命求 Amen 给你们一些时间去思想下神的话语回应 如果你心里想到有些人是 你很想怜悯又怜悯不落的 可以将他的名字放在你的祈祷当中 作为这个小小的祈祷 原来Praise Team会带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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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